解放军反制第二招 发展反卫星武器 近日印度知名智库南亚分析集团发布报告 点评了中国最引人关注的七大战力倍增器 其中高居榜首的就是反卫星武器 报道称2007年1月11号 中共用导弹打下了自己的老旧气象卫星 风云一号 美军一测解放军可能正针对美国空间系统 筹建卫星杀手部队 而美国构建的反导体系高度依赖卫星 美国媒体认为反卫星武器将是破坏 美国卫星最有威胁性的星式武器 而美国国防部则在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 中国目前真正拥有的反卫星手段 是实施太空核爆炸 只销将一枚核弹送到太空 一次爆炸将把中国上空的同步卫星 侦察卫星消灭殆尽 切断其情报获取渠道 这种反卫星的力是它 所以组型不对称作战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领域 打下了老美的这些所谓的各种功能 就是卫星 会把美国人整体的军事 不管进攻和防御能力大幅削弱 我们可以从它前几次小肉伸手 应该是深不可测 而且有一定的实战能力 在这些所谓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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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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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